你看姐妹們也來到了現場 對啊 所以要帶給大家 像我們這個裡面這個愛超能板 就要告訴大家 同樣打造自己漂亮的電眼對不對 因為每個女生都不管大眼睛小眼睛 都希望可以出去的時候 尤其是不一樣的眼神的那個eye contact 所以你在第一眼見到這個人的時候 其實你的眼睛是靈魂之瘡嘛 對 所以他最需要就是有一些些 輔助的東西 去幫你怎麼樣讓對方看到你的笑啊 是 看到你的驚訝啊 看到你的漂亮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富山的 奢華寶貝的那個睫毛 夾睫毛 我覺得我自己也很喜歡夾睫毛 對 所以我覺得夾睫毛是一個很適合大家 如果想要去電人的時候 非常好的一個用具 對 所以呢 在我們愛超能板當中 有SUPER用這個專屬的喔 專屬的這個夾睫毛 哦 跟大家分享 好 在這邊 是專屬的嗎 歡迎啊 好 所以呢 我們兩個喔 預購的版本都歡迎所有的朋友們 當然啦 超級粉絲應該是兩個版本都要擁有的 對 對不對 好 來我們前功登人員嗎 我們收一下喔 因為剛剛我們不斷的在強調 這一次愛的隊長是要帶著我們的愛的隊員 一起奔向真正屬於自己的愛 而且要打破大家害怕的 12月21號是不是世界末日對不對 對 沒有那一天 對 而且那一天我們也不要去面臨所有的不管是世界末日或是戀愛末日 大家反而末日要變成一個重生的開始 對 對不對 所以在12月21號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精選集正式發行 在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棒很棒的消息 我們從預購到今天銷售非常非常非常好 我們要請我們四位女超人跟我們的愛的隊長一起來分享這個好消息 來我們請我們的四位女超人來到台前 我們有電眼女還有炫冰女 潘麗女 以及我們的暴力女 每一個這個女超人都代表不同的含義 然後請工作人員將我們的這個儀式台推到正前方 好 電眼女呢 來我們請電眼女是 是她喔 她是電眼女 電眼女代表的是象徵的和平跟感性 所以她手上的能量石呢是藍色的 那旁邊的這個彈麗女呢 她象徵的是希望跟明朗 所以她的這個能量石是黃色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炫冰女 她象徵的是智慧跟理性 所以她的能量石是綠色的 好 那接下來的暴力女 象徵的是浪漫的這個紫色能量石 好 我們請工作人員先幫我們的這個 不管是我們四位超人 或者是呢 我們的這個愛的隊長 有沒有看到 我們最基礎的 就是讓大家在這個愛的基礎之下 能夠獲得更多更多的能量 我們請五位先拍個照好不好 好 我們靠近一些 我們拍個合照 之後呢 我們要請我們四位女超人分別 將我們代表不同能量的能量石 放入我們暴力當中 好 來 大家正前方 好 好 正前方 好 請我們愛的隊長在我們愛心的正中間 好 暴力的 好 要請我們五位先看正前方 好 大家的右手邊 好 好 好的 我們四位女超人 先從我們的電眼女跟暴力女 把你們手上象徵的是和平跟感性的藍色能量石 暴力女 暴力女手上象徵浪漫的紫色能量石 放到我們的愛心當中 好 再請旋兵女跟證兵女 好 再請旋兵女跟譚麗女 來 邀請兩位 將象徵智慧跟頂性的綠色能量石 以及希望明朗的黃色能量石 放到我們愛心當中 最後 來 奧巴先慢一點點喔 對 非常非常重喔 好 我們這象徵的是熱情跟勇敢的紅色能量石 十 三 二 一 正式啟動 要正式啟動我們愛的能量 好 謝謝 然後正式的觀眾朋友分享喔 我們的預購好成績已經破了3萬2千張 感謝所有粉絲們的熱情支持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四位女超人 謝謝你們 我們請奧巴張開一下喔 好的啊 我們象徵所有你的愛的隊員們的支持 當然 當然 謝謝大家 是 所以今天 剛剛奧巴說了喔 我們今天整個下午都是屬於大家的對不對 對 對 是 所以要歡迎所有的好朋友們 待會兒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 能夠來到台前 跟我們愛的隊長奧巴夏小璇見面喔 要再次恭喜奧巴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稍後一下下 我們進行電子媒體的訪問好嗎 來麥克風我幫你收一下下 我們這邊先稍後一下喔 請工作員員 各位一張新歌加精選 因為真的很超級 因為裡面是從三面笑話開始 這五年來所有最精華的歌曲 所以真的是一時之選 有一張是全慢 一張是舞曲 然後有六首新歌 所以其實所有的內容 大家都說我們這次真的是把它當作超級新歌 專輯在做 所以希望大家感受到就是在接下來的冬天 這邊有我們Supergirl線上的這個力量跟愛的溫暖 雖然說冬天的女生還沒穿得非常多 對啊 對啊 就 對啊 就 因為這一套就是是我自己團隊Carrie Me 設計師幫我打造的 那這個美國卡曼風格跟Supergirl MV其實是非常適合 所以今天就想說還好天空滿作美的 就是是放棄 但聽說晚一點好像慢慢氣氛會下降 所以不用擔心等一下簽名的時候 我會換上比較寶寒的衣服 因為Supergirl有一個漫漫長路要跟大家一起走下去 然後宣傳滿檔 所以我一定會把自己叫不好 你覺得這一次MV的舞蹈是不是很難 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非常難 因為其他的難度是 有很多很多東西是跳了就會 Dancer老師啊很多人都救傷複雜 因為他有太多不合身體邏輯的扭腰啊動作 加上要配合這首歌要唱現場 我說我真的很像是要去比賽的樣子 就是在...你知道跳有氧 原地這樣跳就會動一動 可是大家之前都有跳那正多眼睛 那個就是一直重複性 可是你只要真的跳這首Supergirl 一定會勝 而且是從頭到腳 你可能腳趾都會勝 所以要教那個健身裡面嗎 欸...肌肉喔...隱約吧 但是就是...臀部... 腰部線條會變蠻好的 對 有沒有就是腹肌或是零肌 我好像有一點 對 對 你說的穿字嗎 是這樣子 就是他在旁邊去 對對對 一點點 有一點點 因為這一陣子真的 癌濕也蠻不控制 然後運動、工作量、表演量都非常的龐大 所以好像身體的一些線條 就慢慢的就跑出來了 有個計劃將來要出那個健身體力 因為怎麼會 欸我之前有出一本 WODYS的書 其實我覺得蠻想分享 因為其實我一直來就是一個比較 呃...肉肉的 比較健康的女生 比較標準中國女生和葫蘆形線條 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而且我自己這多年來的話 有一天住店也不錯 不過現場SUPER GIRL裡面有一個 呃...五味版裡面有實相 怎麼樣教大家 就是 去放電 得到你的 真愛 或得到你想要愛的東西 現場可以傳授一招 傳授一招喔 教大家 女人的魅力 我覺得第一個首先 我覺得女生愛自己 就是把自己打扮的乾乾也是一拙 然後看到你喜歡的男生 就對他 周歇 complex 笑一下這樣子 所以戴上那個 Baby Buschetti的夾睫毛之後 你就可以跟他們墊一下 眨個眼睛笑一下 男生更加熱鬧了 那是冒相愛的隊長 因為去那個校園唱歌的時候 真的也沒高中生高的 對啊 現在其實我高中生出乎意外的 讓我覺得他們真的是no fears 他們真的是很道地的super boys 所以其實去現場我就說 男生那個尖叫聲好像獅子 哈哈 因為我說我第一次進就是說 這樣男子純男子學校吧 之前校園應該有 不是因為真的是很久以前 那這次他們昨天的校慶 每個人可能又心情很放鬆 所以他們現在又很主動 然後我一定要握手整個都 就覺得說wow 有一種馬上被大家捧在手心的感覺 所以有沒有嚇到 這個場地上 其實就很開心 很驚豔 然後我覺得 你知道我不是有說介紹給我堂妹嗎 說那個男生不是 突然我以為他是說 可以給我一個機會跟你認識嗎 結果他是說希望可以嫁給他 我覺得這太快 可是我說我覺得我堂妹滿適合你 結果我堂妹在臉書真的說 欸姐姐聽說你覺得再見中 我覺得是是下一個 他剛考上台大 他很棒 很厲害 所以大一是幾歲 18嗎 18、19 18好像 對也是今年才剛考上 所以蠻適合的啊 要牽線了嗎 但是沒有那個男生的領導 他可以來我們基基公司大四行 如果你有興趣 我堂妹長得很可愛 對啊 OK了 謝謝大家 謝謝